亲爱的同工 大家平安 大家晚安早安 我们正在看法国历史学家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为什么要看这个法国人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因为他在近年 都是被称为是保守派 保守主义 我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 我相信圣经 我相信启示 我相信圣经无误 因此我喜欢传统道德 我是个保守派 因此我觉得托克维尔法国人 那他是保守主义的 我对他就很有兴趣 第二 我们要看他讲法国大革命 因为法国大革命 跟宗教改革运动 路德·加尔文有关系 而且加尔文是法国人 那到底西方的历史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有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运动 启蒙运动 跟到最后来个法国大革命 那革命当然是很政治性的 但我们不谈政治 我其实真的不想讲政治 但是我对信仰很有兴趣 我是传道人 也是教神学的 我经常希望通过圣经 神学和教会历史 我们尽可能去明白 我们所持守的真道 就是一次交付信徒的真道 如何在这个错综复杂 支离破碎的现代 我们能够经常行事为人 看新闻 我们都以基督圣经的观点来看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本书 我能够更加了解路德跟加尔文 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托克韦尔所说的 他说我们面对法国大革命 没有任何事情比法国大革命死 更能提醒哲学家 政治家们要谦虚谨慎 因为从来没有比他更伟大 更渊远流长 更引阳成熟 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 那我相信前面这半句我可以同意 但后面那半句呢 你可能就有保留了 你说喂 这个你说法国大革命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这个我相信可能我们不一定会同意 英文说 philosophers and statesmen may learn a valuable lesson of modacity humility from the history of our revolution for there never were events greater better prepare longer mature and yet so little for sin 注意啊 他不是讲 french revolution 他说 our revolution 你说这个是法国人 有一点法国的骄傲 对啊 为什么这一位这么著名的历史家 写了赞美美国的 美国的民主之后 在晚年要写一本这么反动的书 这个也是很莫名其妙 他的前言讲得很清楚 他说他这本书不是一部法国大革命史 因为很多人写过 好了 我们要快一点了 跟着第二章 就是我所讲的第一个矛盾 是莫名其妙的矛盾 就是托克维尔说 法国大革命 是以反宗教来开始 但他不是要摧毁 特别是基督教 他怎么样是反教会 反基督教 那结果他不是要摧毁基督教呢 所以这个是不是 我打你就是我爱你 那这个也是不是 我们经常说 你可以不信基督教 但你可以信基督 这个很有还原主义的味道 所以这个也是莫名其妙 他下面说到 其中一个原因 法国大革命 只是在开始是反宗教 反基督教 特别是反天主教 特别是反这些教室等级 hierarchy 神圣的阶梯 那我们可以幸灾乐祸 他是反天主教 跟我们无关 小心我 他们来抓工人 他们抓社会主义者 抓共产党员 他们对付天主教 我们可以不理 最后他们来抓我们 啊 世上的事情呢 我们真的不要这么掉以轻心 我们是隔岸关火 但现在的火箭炮 都可以射过隔岸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特别基督说 基督讲过很有趣的经文呢 说到我们 那个不抵挡 那个不抵挡我们的 不害我们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今晚怎么讲 我忘记了 OK 那结果你就说了 这个就是很好啊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榜样啊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节啊 哇 我真的要慢慢看啊 免得我乱讲话 给你们责备 路加福音九章 第五十节啊 好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节 基督讲这句话是 你知道吗 经常在我们生活当中 很少出现的 那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为不是我 我们发觉很多呢 他是抵挡我们的呢 他没有抵挡我们 但他们也一定不会帮我们 但是我们真的要说 我们看见 天主教受攻击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时候 不要随便的幸灾乐火 Those who ever is not against you is for you 那生活里面 我觉得这个很少发生了 他not against you 已经很好了 但怎么会for you呢 好 回到正题 今天要讲几处的经文呢 都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 我希望透过这些圣经 也让我们感受到 基督徒的使命 比如今天我 特别会用以弗所书 第四章 讲到 我们真的是在世上面对 很多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随从各样的异端 那因此呢 我们面对这些的 好像托克伟而讨论的事情 我们真的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真的应该是说 虽然是好像跟我们 不是完全有关 但是他真的是可以 给我们举一反三 这个就是叫做历史的思维了 所以呢 我们应该多一点 注重这些的经文 好 我们回到正题 所以在这里呢 他说 不要以为这个现象 是法国所独有的 其实是法国革命以来 欧洲的教会 无一必重新正清 那你说呢 这个是不是 and justify the means 是目标 支持手段 或者为求大到目标 不择手段 哇 那这个好啊 那股票大跌 人是什么 师大皆空 都全部回来 教会崇拜 那我们牧师要不要祷告 求主经常让我们 有经济萧条 那但是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托克维尔看档案的 他看档案 他从档案里面去证实他所讲的 就是这班贵族 联军王 他们从一开始 他们都不是说要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权 但是他们从一开始 就是所有的政策都是有助于大革命 并且他们欢迎革新 他们相信动乱 更加能够兼顾君主制 没有办法扯得太远 总之我们知道清末的时候的白日违新 穆书变法 他不是要解放汉人 他只是将满汉的权柄重新分配 使到清朝清末能够更加的巩固 这个是一般历史学家的共设 当然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君主是可以有限度的 接纳甚至鼓吹革新 这个叫怀游政策 这个是经常见到的 所以今天来讲 他这个讲法还是莫名其妙 但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第二个矛盾是什么 就是第三章 大革命如何是一场 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 跟着他就说到 大革命是什么 他说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 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 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 那你这个就莫名其妙了 你说 喂 这个是假冒为善我 这个是刮羊头卖狗肉我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法国大革命 他你又说他不是反宗教的 结果又帮助了宗教 现在你又说 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 是有宗教的外衣 披着羊皮的狼 结果他是政治革命 下面你讲的话 很有二分法 是什么呢 他说 宗教改革运动 16世纪 他没有提路德跟加尔文 但我再讲 加尔文是法国人 是最有名单 人人都不提的法国人 他说 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 所以他很尊重路德加尔文 跟着你可以看 他怎么样来产生了一个共同性 他说 整个宗教改革运动 最伟大的地方 最突出的地方 就是他产生了一种普世性 他所提倡的全部的都是普世 是大公教会所讲的信仰 和平 价值 这个就是没有一场革命 可以比美宗教改革运动 所以他在这里称赞 整个宗教改革运动 但是他说什么呢 他说 但是宗教主要是人与神的总体关系 但是 结果 这个 相反来讲 世俗的国家所处理的 是现实的 法国革命 先承到现实 宗教革命就是来世 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 普遍的都有个人尊严跟价值的 他不将人用国家和时代来分类 法国革命如此相同 他操作一切具体的社会 所以法国革命在社会与政府的问题上 始终是具有普遍性 那你说 陈牧师他这样子来讲 他基本上这个 俗灵和俗世的区分 那其实我们知道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什么 就是马克思 罗素讲马克思 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面 就说到马克思是犹太人 他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最带有犹太教的色彩 所以这个弥赛亚就是人民 跟着天堂是什么 就是所有无产阶级 革命成功的叫做天堂 那如果神的启示是什么 就是唯物辩证们 那罗素虽然是一个 很糟糕的哲学家 但他有个优点 他是极端反共产主义的 他是很反共的 那在这里呢 你要注意了我 你这种讲法 我们在基督教 特别改革中 特别是护教学里面 经常出现 是什么 哦 你是反基督教 你是无神论的 其实你是无神论 其实你是有神论的 当你说神不存在的时候 你已经有神存在的观念 有没有见过这种的辩论 那这个托克韦尔 现在也是这样子 是不是 这个大革命 不是反宗教的 结果是帮助宗教 所以我们说 余华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越说没有神 他越相信有神 连无神论都是一种宗教 连马克思主义 都是一种的宗教 所以大革命呢 是以宗教的形式展开 但其实他是世俗的 这个讲法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时间不多啦 我就提到两个人物了 一个就是刚刚过生的 美国改革中 我不会称他为神学家 因为他做的 就是一般性的普及的 讲道啊 课程啊 就是史普罗 另外一个 就是费城西敏神学院的 范泰尔 一个是河南人 一个是史普罗 美国人 那史普罗经常批评 范泰尔的前提 是护教学 说他是 circular argument 循环论证 那你真的要小心 今天你如果说 你越不信神 你越知道有神 喂 你现在是不是做 范泰尔尔的心理分析 你说连无神论 都是一种信仰 对 但是你想一想 你讲这句话 到底有没有意义 其实没有意义的 你说 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信仰 你试试看 你今天去讲 你在很多地方 你够胆去讲 你一定出事情的 所以今天 我们这种循环论证 是我们基督教神学里面 护教学里面 我们经常用 但基督徒要小心 不要经常 好像武侠小说里面 一些高人一样 摩擦高深 哇 我手中无鉴 心中有鉴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真的是反逻辑 所以今天 那你说 陈牧师 你现在是批评 范泰尔支持 是普罗马 也不是 你看 我又是用排重率了 我就是说 两边都可能对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很像 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的 所谓理性主义 与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是英国和苏格兰的 理性主义是欧陆的 到底知识是先天还是后天 经验主义说是先天 理性是后天 理性主义说是先天 当然不是先天 是后焰先焰 那你说那怎么样 有个排重率出来了 康德 他说两边都对 所以知识是什么 是先焰的 后天的 综合的知识 那今天我用这个历史来讲呢 就说呢 我们在神学里面很多问题 是需要有哲学的常识 来明白多一点 但不是说哲学需要神学来 帮助我们 你看 我们今天刚刚提到马克思 还有谁啊 弗洛伊德 哇 这些都是思想史当中 我叫他做坏人 坏人 但是正是因为 我们需要看一些哲学书 要有哲学的常理 不一定是哲学头脑 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学 那你看 托克威尔在这里 他不是写哲学书 你看他用了多少 这种思想方法在当中 你看是矛盾的 哇 不是反宗教 后来又帮宗教 这里又说是有宗教的外衣 但结果你真的明白了 他之后 你开始觉得他是莫名其妙 他是矛盾 但他不一定是你想象这么幼稚 所以在这里我就说 我们读书会 我们在这里经常看一些 坏人的书 但我不敢看弗洛伊德 跟马克思 因为我怕只剩下我的好童工 比如蔡博士 可能只剩下我跟蔡博士 或者其他几位同共 创会元老 全部走光了 马克思我觉得是相当有问题 佛洛伊德简直是变态的 但是我们经常看一些书 譬如莫名其妙的乔伊斯 这个阿尔兰的作家 我们经常看一些 甚至可能我们甚至认为 有一点不道德的东西 但是这一个就是最有名的话了 一个坏掉的钟了 一天都会准两次 不过电子钟就全部坏了 但是坏掉的钟坏在五点 一天有两次会五点的 所以他会准两次 因此我们看这些的书的时候 我们是看神学 今天我们看历史 法国大革命 我们都认为它是最糟糕 但是偏偏托克沃尔 好像想为自己 法国人来辩护 所以我们要看它 但是你说 陈牧师 所以你将思想加分成 好人跟坏人 对对对 这个是在我开课程的时候 我会这样用 这个叫生日前出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 介绍给你们了 但实际来讲 我们当然知道 最坏的思想家 好像弗洛伊德 很变态的 他还是一天会准两次 因此没有思想家 我们说他是一无是处 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 有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法国大革命 是法国的 而革命是不好的 英国是清教徒 美国是独立战争 跟着马克力 马克思是在巴黎 开展他的马克思主义 在伦敦写完他的资本论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说 伦敦是坏地方呢 所以今天来讲 我们不要随便的 全盘否定思想家 特别是西方的哲学家 他们不只是一些坏掉的 中一天会准两次 他们的剩余价值是有很多 因此今天我们看 托克维尔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思想的难题了 到底这个法国大革命是什么 那我讲的有两个矛盾了 第三个矛盾是什么 就是他在第四章说 几乎所有欧洲都有相同的制度 甚至都有他前面都说 都有相同的革命 但是他结果是为何只有在法国有革命 并且大革命 是将整个旧有的制度 好像将他陷于崩溃 在这里他就说到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在法国产生了一个大结构 这个中央政府 这个就是欧洲的旧政体 是越来越缩弱颓败 但是在当中 却找到了一个 是一个不是古老的政体 他说这个是与中世纪权力不同的 中世纪的权力都在衰弱跟毫无生气 但是结果有一个根源是新的 而且是跟中世纪对立的 就是王权 他是与中世纪的王权毫无共同之处的 他拥有一些特权 拥有一些地位 这种的王权在法国和英国 就变成了间接的 结果大致了革命的重要因素 是君主与人民联合起来 推翻贵属制度 这个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唯妙的地方 连君主本人都是迎向革命的 所以第五章就讲到 法国大革命有什么特别的攻击 他在重生 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 他不是要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 不管外表如何 他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的革命 他不是要制造社会混乱 变成无政府主义 他是来要增加了公共权威力量 所以他这一个规模巨大的革命 是因为古老的制度与欧洲 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 混合交集在一起 但是这些制度还产生了一套的思想感情习惯道德 他们就一举摧毁了 这个社会所有的部分 因此需要一场可怕的动乱 这就是使到大革命显得更加伟大 他似乎是摧毁一切 因为他所摧毁的东西 居租到一切 可以说是与一切相连 但是他又说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 他的创新程度仍然比人们普遍认为 却少得多 所以这个又是莫名其妙 到底这个大革命是无政府主义 还是破旧立新 那你怎么样立新你都会破旧的 他又说其实他很激进 但是他创新的程度不是很多 他有很多的渊源是来自旧制度 这个就好像回到他的前言里面了 他说我们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 极起攻击 他的contribution 他的achievement 必须要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 而去考察那个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今天我又做得很长了 但是我在讲这里有三个矛盾 第一 他说 托克威尔说法国大革命不是反宗教 但结果是帮助了宗教 第二 法国大革命 它是以宗教的形式 但其实呢 它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而且它结果的确是个政治的革命 而且它是 第三是什么 它其实没有什么创新 虽然它产生动乱 但它的目的不是无政府主义 它创新的成分其实不多 所以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那你说呢 陈牧师我们看这些有什么作用 我相信有两点了 第一了 你今天 看新闻的世界的变化 我们在亚洲 在西方 今年的动乱 不会说死无前例 绝对不要用这个字 但你看 比如俄乌战争 我们经常就被人家问 你怎么看这个战争 谁对谁错 这个是矛盾率 我讲过 有排充率 绝对有可能两个都错 两个都是坏蛋 因为帮他们的也是坏蛋 欧盟 美国 那你说 哇你这样子来讲 那这个是另类思维 变了我们今天 从法国革命当中 吸取了一些历史的常设 常理 我们能够来透视 今天的新闻 免得我们怎么样 不单是小心坏的哲学家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发索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随从各样的异端 我们真的要小心 更主要还有什么 我们要勇敢的 要将所有的观念 思想的引履攻破 使人心意夺回 归向基督 但是它真的是 跟我们是有息息相关 第二个人 个人的信仰 是与我们的生活 不能分割的 因此我们今天 要有好的熟灵观念 也要比金色之子 更有智慧 透视这个世界 因此看这些历史书 不是从养 是举一反三 使到我们明白 在世为人 整个文化 历史 的流程 在当中 我们产生一个 自己的定位 知道我们怎么看世界 好 我们今天 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继续 我们讲 第四第五章不多 其实今天 我们下次 再讲一点点 第四第五章 跟着我们看 第六第七章 好 我们下周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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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